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先来看到法国疫情回温 15号期屡次突破3000例 最新通报更直逼单日5000例 全国累计近23万 西班牙从第二波高峰开始下行 从16号近5000例降到3300多 总数超过40万是西游最多 英国曲线还在波动 上周高点落在1400多例 21号通报仍维持在四维数 德国解封后曲线往上爬坡 连续四天在1500例上下徘徊 最新通报1584人 美国曲线震荡下行 15号之后单日新增跌破6万例 21号降到45000人 全美超过574万人染病 回到亚洲 日本疫情反反复复 上周一度压到600多人 但最新数据又回升到1000多 染疫人数超过6万 南韩病例急增趋势不变 最新单日新增突破300大关 总确诊数达到1.6万 中国疫情仍未完全平稳 近一周低点仅新增7人 但21号又新增22人 印度情况难以脱离高原期 前一天创新高后再通报6万8000人 直逼历史记录 累计突破290万例 新加坡曲线小幅缓和 19号以后低于百例 最新增加68人染疫 累计病例5.6万多 印尼疫情剧烈起伏 前两天缓和至1600多人 21号马上又飙破2000 疫情依旧延峻